他还打了一拳 他还牵出枪来打了一半血 但是没办法 你已经被人家掀手了 其实我觉得玉玉刚才是有点危险的 走一走 前面医院天路刚到没有多久 这已经被抽下来一个了 被补了 还记得 抽把抽上头了呀 Monster Small CC最后一下打到了1212 倒在了野外 什么队友本来想去救的 发现不行 不行 真救不了 你掩起来都没时间 对的 而且队友还在车上 都已经想好了车一横 卡拉 DDT DDT人不多 但是博良 博良车出问题了 直接被12月点了下来 Coco的血量也不高 这个电塔上不去了 是的 马美丽也只能往西边继续去兜 从此本场上少了一个老六 Coco还是要绕过来 血量很低呀 其他的人 对的 还是要在这边停啊 Coco要在凹槽打打药 这样做成了邻居 由于南边有人啊 两支队伍也没有办法腿着去 掰出一点 给足东边压力 嗯 哦 Flying被抽下来了 哦 DT和 一定会出现这个情况 看看白圈内的强点站啊 嗯 17是连居抽到了小海 因为4M想扎点 所以沿途一定会被抽 4M又被抽下来一个小海 剩下两个人再往蓝房走 又被打了 这没机会了吧 呃 只剩坑里面一个了 叉叉路最后一人 HQ身上道具开丢了 嗯 但是B力也太小了吧 因为 因为小路他没有直接去反鞋啊 是在反鞋旁边那个石头 数学不太行 得靠玄学 是 还包含一点物理 哇 这里完全被架住了 这个枪翻下来 您讲这个点 像极了K头的人 是的 哦 还有人给我科普过 要看的这个人物 来判断他的读音 我们得做无数的科普 这个真的想 这个双房 真不能四个人都坐在房子里 田弟弟已经被击倒了 嗯 这是对枪 有车会不会显得比较 明显啊 那也得有 是的 就是他之前的点 是一定会有队伍去的 嗯 所以他一个人不可能顶得住 那个队伍会不会是SMS呢 我看到他已经在往那个方向去了 但是半途 停了 差表多少 这两个位置 哦 但是这个点被抽烂了 抢分了 倒三个了 石西想要这个分 天霸也很想要 看来 效果怎么样 Emo Pig 一分先拿下 是的 Fogue让队友先爬 Fogue让队友先爬 DT是RBS在卡边 RBS是防守方 打DT应该是比较容易 嗯 已经 那边已经打完了 DT没了 但是I7和DT在反坡 哦 真小声嘞 哈哈 躲过一截啊 好 还补上了一个背 嗯 呃 只剩七五了 DT和DDT都在相似的区域 对的 Savage被扣在了麦田上 是的 他疯狂挨打 RBS过来想要接盘 嗯 RBS作为一个劝量方 I7也不能往前顶 I7前顶的话 背身会露出 RBS应该想的是 就是DDT 如果能对I7 有一些撼动性的话 他能够 应该放在DT身上 就现在他很明显 就我全都要 是的 哇 17 哎呦 速九之血量 我顶着灵数的枪械 17倒两个了 被悬子的一颗雷 雷九色倒地 在坑里的17 我的 先把拿到一些信息以后 很有可能过来 再往前压一点 得派人来了 再去炸掉的话 也是将小五补掉了 好 另外一侧 I7这里还是在打 这个防守战 嗯 老橘侧面差点倒 是的 但是75的一颗雷 老橘倒地 75还有雷 75要补人 起摸开车要顶近点 两个 19拉了一个火力车 这个丢雷 为I7可能要懵了 19只要雷丢出来 I7就裂开 三队混战 DDT只剩最后一个人 哇 I7先被淘汰了 因为DDT从北边拉过来之后 I7就属于在中间被夹的位置 对的 Savage要在篮圈里面 打 主打一个初期B 果然 有效果 但19这个位置 Savage可能不知道 天霸又过来接手了 但是我觉得 琴莫这个分数好拿吗 看琴莫王舔一万个包 是 拿一堆药包给他打药 天霸现在头疼 蓝圈这个人也不能出去抓他 已经开始压了 然后窄边的话 悟空 应该是想进圈 途中被STG和天露抽了 天霸先拉过来 把电塔这个位置控制下来 是的 分数靠前的 原来比子 在东边人还很多 天露再往里面扎 是的 直播路上就掉两个 能不能扎到之前小路的位置去 扎到了现在小路的位置去 这个雷 走了走了走了 焦阳躲开了 小鹏他们进去了 到了小路之前待的沟壑的附近 血量也够呛啊 小路有雷 还有雷 小路这个雷 焦阳 刚打药打起来 这车救了一命 是的 还有 看下一颗雷的角度 两个人别拍一起 对 旁边有个车是不是快炸了 如果再来一颗雷补伤害的话 小路想拿分 小路 Pero也要来分一杯羹吗 Pero选择直跌压 但是明明这两枪太准了 是的 他越过这个活就很危险 他冲到了SMS的脸上了已经 小组车上直接移掉一个 把Fogue移掉以后踩下了坑里 那这个信息给到以后 天露就会前压 是的 天露发现目标改变 龙斯格秒了马云龙 伸了还有雷 Pero的队员们几乎都挤在一起 小锤 小锤要吃雷了 小锤倒地只剩小组 小组在车后 在和玄子battle 他打赢了玄子 但是自己也被天霸包围 四压一 小组打了一波提前枪 把七七打成一个大残血 天霸还是满边 拿下这个反坡 他们仇 在SC界头疼 他如果强行竞选 也会被请过仇 是的 这个停车应该没事吧 HQ看到这个导人系出来丢雷了 这个位置他拉雷是真的无敌的 但是这几颗雷 这小伙子们都有点瘦 臂力不太够 这几颗雷真的是 因为一般来说 这个木房就是会炸这个反坡雷 跟Savage单挑 爱留直驾队友 道具丢在脚下 12月成功收下 STG的下一步 是天露 HQ南边那个反坡吧 HQ南边那个反坡利用率 其实要比 撞牛海比防区率率大一点 这段路这么长 直接顶了一个石头架车阵了 反正反坡也是车阵 这里也是车阵 一样 哇你们看一下小地图 真的 就架牛海比的车阵 当然西边STG也没淘汰啊 哎呀这波头被打烂了 赶紧救一下队友 淹起来的时间都不够 完全不够 车要爆了 复理天路这个小坑 天路的人员血量 好像已经不行了 对的 但是这种情况 天霸也会驾着STG的 就是毕竟 两支队伍还是有一定的摩擦在后续 一边一分 对 要开车 去哪里 撞人吗 还是撞CCG CTG零不是很多的 刚才星系已经跳到了 拿CCG的车做掩体 南少扫车很精准 先扫了一个 要车上一直也一直在混淹 是 直接撞两上 这个血量我觉得不足以打这么多人吧 12月不下车 12月 来了个雷 12月你没想到 这居然有一颗雷 这南少的雷 踩上去 哇 手碰雷 南少炸没了自己 同时炸倒了12月 SG就是一个活着的 是的 菠菜还在 牛牛这局 无压力进决赛圈 后面还有HQ的南边反波能控制 三人有人 但是不好捡 目前 是的 我觉得最多当半个掩体 天吧 本来就想抠 SG这一分 现在这种情况也只能往SG方向去了 打HQ这个位置不太内 哇 这么平的地方 一篮无鱼 真是一篮无鱼 同时HQ和天吧进圈的时候 还要互相伤害 是 我其实 Q啊 能多一分排名就多一分排名 但是天吧的这个选择 很大的 对 不止于此 他先进圈里面去架一个车阵 在树后 只要不被HQ抽到 但是车被抽到了怎么办 HQ现在就想把天吧 淘汰 HQ跟天吧的强法一样 就是拿第二 车炸了 把泡泡补了 只有灵术 灵术这个位置会被HQ抽 这没办法 只有龙死哥的位置能呆 龙死哥的位置吃蓝圈伤害的时间 还是要比HQ晚 是的 但龙将就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HQ会不会发起冲锋 HQ现在特别烦龙死哥这个位置 他输不来 是的 完全输不来 龙将就打完 HQ很有可能就不给分了 这个位置很正常 就现在场上的人也很明白 知道前面几个大哥的局势是吗 对的 但是HQ还是让New Happy收到了两分 目前New Happy 呼吸不了 他得浸淹了 他那个人物的点 其实他是没有在安全区的